王瞳 现在由教会的弟兄姐妹 还有王瞳的家人们 我们会24小时轮流陪伴她 陪伴她度过最艰难的时间 恳请大家与我们一起 为艾成与王瞳的家人祷告 而且教会会尊重艾成父母 要尽快地办完此事 为艾成举办一个非常美好 荣耀的追思告别会 当然因为他们的家人 在马来西亚还有生活和工作 他们也不亦久留 所以日期还没有定 但是会尽快 地点也在考虑中 我们会开放给所有爱她的人 大家都知道这个追思的地方 她也不可能荣耀非常非常多的人 每个失去挚爱亲人 尤其这么快突然间的离世 每个人都是非常脆弱的 其实24小时陪伴 对正常素人来讲也是很正常的 更不用说教会的家人非常爱 艾成和王瞳 所以我们会全力陪伴 而且王瞳她的家人也非常爱她 所以都会照顾她 当然会说话 当然会 她也很难过 但是她也很平安 同朋友强调她非常平安 那我就跟她一起 至少生活了六到七年 十几年前 我从操我的选秀当中 我就认识这个小子 很清晰 怎么可能在六七年前 突然因为一场 所谓的人家 说的精神病来到我这里 因为据我所知 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很多所谓的精神病 运营不接受 她这里面有三星 我又是医生 我知道 我知道如何分辨 我把她接待在家里 然后我们用爱陪她四十天 足足四十几天 她整个因着爱 生命完全改变 但心灵这一块 是常常很脆弱的 所以今天我们碰到 这样的事情 我怎么说是意外 礼拜一礼拜又 我们都还在这里 礼拜天 在这里一起敬拜 她还讲了一些 很感性的话 怎么发现 礼拜三意外出现了 我哭了整整一两天 不是因为一个悲情而已 是很不适合 这个年轻的孩子 能够在她还可以的时候 竟然用这样的影片 再述说 她从马来西亚的一个心声 因为她也是华人的子弟 我很感佩 她有这样的心胸 所以绝对不是 一般外传的所谓的 这些有的没有的 她真是一场意外当中 可能就在不知不觉当中 听听层层最后的声音 这首歌叫做 别杀法 大决 我们一起 是怎样的因果 是怎样的恩怨 人恶魔杀 竟如此不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